說到這裡 在這地山頂有一堆鄉鮮 各個原本在歐洲吃頭路 每天都是地名企業的電子港電視 人家在那裡決定說要放棄更新的工作 回家的故鄉創業 也專心來搭乘義式冰淇淋的健康和創新 專用故鄉在地實在 希望可以使用健康和天然的冰淇淋 來跟大家分享 小朋友吃到非常開心 大廈公主好吃 這是第三頂一間義式冰淇淋的商店 因為這裏鄉鎮當時是品的健康天然 可在家鄉不斷創新 修養南島在地的滴雪食材 映華各種新口味來這裡做冰淇淋 是讓來到現場 平常民眾覺得很有滴雪 鄉鎮而樂 喔 真香 真香 白香果是我最喜歡的口味 然後它還有創新那個紅茶拿鐵 然後還有烏龍口味 就是在地的那個茶 我覺得它能做成冰淇淋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就是有自己的特色這樣 店家真的很用心 然後它的冰淇淋真的是很天然 然後口感真的就是很清爽不覺得油膩的冰淇淋 它取諧音叫真果怪 台語叫金高怪 因為金高怪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口味會非常的多變化 對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些食材都是自己去尋找在地化的食材 所以我們的口味會跟外面互相在賣的都不太一樣 近幾年以來 地山頂有很多青年 環鄉創業 因此在地也多了很多電視商店 這間冰淇淋也吃 各個原本在俄酒工廠 在地是電酒工廠 不過兩人在高阿里的工廠做環境之下 身體上漸漸出狀空 人家在地是因此客廳掛心 專心道理 亦是冰淇淋的演化 非常好啊 現在很多聯繫人都還鄉了 竹山這個空間也是很不錯 它最主要是它的東西 要會有吸引人家 要欣賞的東西 要天然的 我覺得蠻不錯 兩個兄弟這樣子 能夠回鄉來為我們地方這樣子 創造一個這樣的特色 因為我們身邊都沒有這種冰淇淋 我覺得很棒 很不錯 我們原本在鴻海科技公司上班 然後就是電子業嘛 朝九晚五這樣 那就是很累 然後就覺得身體有點虛弱 所以我們想要找那種天然的食材 然後在地農特產 所以都吃得到新鮮 美味這樣 修養在地好食材來演化創新 不但為第三個在地 帶來新的創意完熟 也就是主要對健康天然的堅持 讓大家都吃到安心 記者就算 蔡王報道